这个案件怎么回事 郭北东今宝宫两年前就有相关证券 你现在才在那边约谈 你是不是玩那种害人家 就是临之妙不妙了 就是要帮助民进党的选情 年底选举也还有一段时间 民进党要提名谁也都还没有确定 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将司法 跟选举扯在一起 真的就什么案子都不用办了 所以在这个案件上面 这一次的大动作 最主要是要保存证据 如果你打草金蛇 所有的证据都没有了 所有的谈话也都已经 大家套好了 那以后案件怎么办 其实这个案件 我们看到里面 有一个重点就是 关键人物被申请羁押的是 代理处长吴曹琴 这个其实在县议会 很早就提醒县长了 为什么正职的那么多位 可以用 你偏偏要用没有资格的代理处长 这个代理处长 是不是特别的配合你 你讲的话 他特别可以听得下去 甚至他是谁带来的 大家很清楚 就是临之妙县长 从罗东带过来的 从罗东正宗所带来宜蘭县政府 宜蘭县政府里面 有那么多正职符合资格的建设处长 你不用 去用没有资格的 而且一代就是代两年 可以代理一年而已 你这一年之后再代 难道宜蘭县政府没有一年 都没有人 好像他听你的话 这样说 是不是最好的配合 这个很奇怪 我们看到所有的被约谈的 这些处长或者科长 大家都正职的 里面只有一个代理的 这个代理而且是做两年 他是谁的人 我们相信这个很清楚 这个为什么他会被申请击押 他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第一个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知道 从这个检联 就是联政署 不是检掉 他是检联发动 检联发动之后 其实到目前为止 双方这个整个的这个动作非常低调 没有也没有刻意去犯话 也没有刻意说要做政治操作 就是不断的进行侦查 那大家知道在侦查中的 你兵分三十路政治性就很高了 那当然了 那就是一次一次就是三十路下去 然后就是针对针对一些讯息等等 目前都还在侦查当中 那我在讲 以目前来讲 现阶段中二选举也过去公投也 公投这个这个事项公投也才结束 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发动 所谓的什么什么政治的这个斗争的 这个司法 政治介入司法 所以坦白说 这些空穴来风的指控都是毫无常识 这东西都不是说空穴来风 也不是说什么政治政治调查 我坦白讲 如果这个真的是要做政治动作的话 中二选举之前也可以发动 你懂我意思吗 或者是说那干脆养这个案子 养到年底以后 快要选举的时候 或者国民党内要提名这个林芝妙的时候 再来发动 你说民进党要政治追杀 不会这么傻就对了 不是 我说就十几点 就在选举前 跟你没话说嘛 就十几点来讲 这个怎么会是什么政治政治动作呢 我觉得这实在鬼扯到一个离谱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政治到了